劈腿護理師 還以對方男友身分特權 搶打疫苗 沒想到又有媒體挖出 他也曾經對護理師的 女友暴力相向 甚至逼對方在診所內 用手機視訊下跪道歉 打疫苗耍特權 難道還有靠山挺 因為篡改林秉書危機的 公路總局IP 交通部卻拖了一個禮拜 還是查不出來是誰 被立委嘲諷 難道是因為林秉書的後台太大 交通部長才不敢查 幫林秉書喬特權疫苗的 女護理師經傳也被家暴 林秉書曾在視訊電話中 要求女友下跪道歉 女友不從 林秉書脫口威脅 要散布私密影片 女友嚇到在診所下跪 連診所同事都看到 就是他都是用相同的模式 比如說要求他的 親密的女友要去下跪 或是說去控制他的行蹤 受害的人 絕對不止目前曝光的 難道連高嘉宇厭傷後 醫院完通報 難道也有特權介入 拖兩個禮拜才通報 高嘉宇的家暴 那醫生說 我從來沒看過家暴 被打這麼慘的 那你還不通報 那你去中邪喔 林秉書特權打瞄的招數 也曝光 在核心旗下診所打第一劑時 是以護理師女友同住者施打 但中央規定要家屬 才能先打 兩人明明就並非家人 林秉書憑什麼插隊搶殘忌 網友嘲諷 男友算家屬的話 那乾媽乾妹不就通通都算 到底是誰在包庇 連醫護人員的同住家人 都無法優先施打的時候 憑什麼隨便說一個男朋友 就可以有關係就優先施打 林秉書第二季 是以緊急出國的名義 跑到台中榮總去打 但明明北市一堆診所就能打 何必捨近求遠 難道是因為中榮院長 曾在林秉書母親喪禮時 贈花代表兩人關係匪淺 因為林秉書媽媽生前 這個什麼住院看診都在那邊 都在台中榮總 所以送花是人之常情 我還真的是長知識的 林秉書背後究竟是誰 連交通部的正式員工 去篡改林秉書的危機百客 都已經超過一個禮拜了 竟然還查不出誰改的 這個要查兩個小時就查得出來的事情 拖了一個禮拜還沒有查出來 還是他的八股真的大到你不敢問 不會不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我覺得應該要查到底 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你們該有的真意 一個都別想他 林秉書背後的引誤者究竟是誰 如果連中央部會都不敢查 這答案恐怕呼之欲出 記者楊七號續過號 SNG小組 記者楊七號續過號